繪製圖表的話,其實流程也都差不多 因為這個資料的話,它希望我們怎麼樣 繪製圖表於新的工作表 將來把它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並使用 兩張工作表作為資料來源 所以要兩張把它放在一起 你可以打開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打開之後其實就有兩個品牌 你打開之後有A品牌跟B品牌 兩個資料它分別放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它是希望把A品牌跟B品牌裡面的數據 把它結合在一起,可是問題它沒有放在一起怎麼辦 所以你在 做圖表的時候 當然我們不是說直接把B品牌摳過來 它不是要你這樣做,它希望A跟B的資料還是放在原來的地方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把它那個資料再加進來 所以如果我們要繪製圖表的話,我們看一下 它這邊有沒有相關要求 A品牌的 必須使用這個 EXO 就是它的 這個橫向資料的話 指的就是 A欄的 這個兼具 然後測試結果的話 就是這個 裡面的結果 然後 希望畫什麼樣的圖表 我們看一下 他最後 希望把A跟B的資料都放進來 然後呢 最後建立一個新的圖表 比較圖表 OK,那所以怎麼繪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說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把 A 就是品牌的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所以游標先放在A1上 一般把它全選的話,Ctrl-Shift向右 再向下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A品牌的資料全選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用插入裡面的話 看到一個圖表 哪個圖表比較接近 他要我們做的 理論上我看一下 他是不是要我們做的圖形 是哪一種圖形呢 這邊的話 他說這邊的圖形是 這邊有 含有直線 的散佈圖 並且要套用品牌6 所以 所以我們插入圖表的時候 找到這個 含有直線的散佈圖 OK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含有直線的散佈圖 應該指的是這個 這散佈圖嘛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帶有平滑的 那應該是這一個 帶有平滑線的 帶有它 帶有直線吧 是不是 他這邊是要我們 直線 所以記得選的時候 記得不要選錯了 這個是 平滑線 當然你可以點點看 如果錯的話再變更它也可以 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變更的話可以按這個變更 有沒有這邊也可以變更的話可以再重選 重選的話呢這邊帶有直線 他有資料標記跟沒資料標記 他好像不要資料標記 所以選這個按確定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 量子好像沒有差太多 但是感覺 這個 所以我們先 第一個選選 第二個的話插入直接選這個好了 記得選這個 帶有直線的散佈圖 好 那選完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把A品牌跟B品牌 的 第一次跟第二次測試 通通都放進來了 這個圖表呢 將來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另外一個新的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把它什麼 這個移動 這邊有個叫移動 圖表的 有沒有 把它移動到哪裡 因為他要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有沒有指定 什麼名稱呢 叫比較圖表 所以你就移動的時候這邊把它改成叫比較圖表 OK 把名稱打上去 比較圖表 不過目前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已經放過來 那這個圖表你會發現現在只有A品牌的第一次測試 跟第二次測試 第一次在這裡 第二次在這裡 可是沒有B品牌 他是希望說可以把那個B品牌一樣放進來 但是目前 怎麼樣把那個B品牌的資料放進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記得一樣 請你找到那個圖表設計的地方 OK 那圖表設計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呢 選取資料 也就如果說你假設要把B品牌的 資料給選進來的話 那其實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選取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點它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 裡面的話呢為什麼會有兩個 你會發現這邊就是會有 圖表 圖力的項目底下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第一條線 第一條線的話是這個 有沒有 藍色的線這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這個應該是 橘色的這個吧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那個 B品牌的帶過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新增 可是按下新增的時候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數列的名稱叫什麼 他的X軸在哪裡 Y軸在哪裡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概念的話 其實我跟各位講你可以先拿這個來 編輯一下 那模仿他來做就知道了 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三個呢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反正第一個數列名稱 他是來自於 有沒有發現 資料的最上方這個名稱 OK那 X軸的話你可以點這個一下 其實X軸就是不包含A1的底下這個資料 那Y軸的話呢實際上就是他的資料 這是第一品牌的吧有沒有OK 所以分別啦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 指的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的話呢 指的就是這邊的資料 一直到底下 這個的話呢是指的是這個 的資料 那如果有123 那你就可以 建立一個資料來源 所以同樣的方式 把A改成B就可以了 取消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新增的話 你可以先編輯看一下 好那我們來新增 新增的話先切到B 然後 一樣的方式 請你把它點 上面的名稱 把它加過來 然後第二個 數列 X軸 X軸的話 其實就是從A2 選到底 所以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數列Y軸的部分的話 就是他的B2 一直到最向下 所以Ctrl-Shift向下 好了之後的話呢 按個確定 這樣的 B的品牌資料有沒有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B的品牌過來了 有沒有 B牌的 第一次測試 好 你說 第二次測試怎麼辦呢 一樣啦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編輯 這個第二種測試 就是編輯它 你可以發現 一樣喔 上面這個是它的 名稱 在這裡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指的 就是剛剛一樣 前面這個 A1一直到底下的這個範圍 這個的話應該指的是 C2以後的範圍 所以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不會請你參考A 同樣做一遍 所以你可以先編輯一下 再按新增 所以先切到B 然後先把B 上面的名稱就這個 這個是將來它顯示的名稱 X的部分就 兼具A2 Ctrl-Shift向下 這樣就OK 然後Y的話 這把它Delete掉 讓它保持空白 然後從C2 Ctrl-Shift向下 所以記得啦 這個Ctrl-Shift向下 組合鍵一定要很熟練 不然的話 你要怎麼選 你說老師我慢慢選 可以啦 可是有時候這樣選容易選錯 而且很容易選過頭 所以建議 Ctrl-Shift向下 這個一定要會用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A品牌 跟B品牌的兩次測試 通通放在 同一張表 這樣的話以後 如果你假設有多個資料 多個產品 你要拿來比較 到底哪一個產品 它測試出來的結果最好的話 最耐用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測試結果裸列在這裡 你可以知道 有沒有 所以你們常常有看過 雜誌裡面常常會比較 比如說同樣 類型的產品 到底哪一個東西的CP值最高 那怎麼知道CP值最高 那你就有很多條件 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列出來 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 還有哪一些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A跟B這個沒問題 然後 還有 直線的散步圖 最後這邊我剛剛沒做 套用那個樣式 那樣式的話 其實就在上面 樣式6 1 2 3 4 5 6 應該是這個 OK 樣式6 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就完成 我們的 第1題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 底下應該都有做到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 最好 1